在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 移民的买房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那么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 除了会关注一些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地点 价格之类的因素 同时也会给予 像交通是否便利 周围的社区环境和配套设施 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及投资的潜力 房间的转售潜力方面 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地请来了 来自于捷达地产公司的资深agent Fred Lee 他也是一个专利从事于 Condo买卖和房地产投资的经纪 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来 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挑选Condo 大家好 我叫Fred Lee 是来自捷达地产公司的broker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VOTV的地产经营节目 跟大家聊一些房产 那么加拿大社会 对于每个人来讲 尤其是华人很多 因为这是移民国家 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移民到这里 学习 生活 工作在这里 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需要社区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士 能够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各自的知识 那么作为地产方面的专业人士的话 我能跟大家分享的 探讨的是住的这方面的这些话题 作为我们捷达房地产公司 我们主要方向是房地产投资 也就是说是一间房地产投资咨询公司 在这些年中 就是我们在多云多的主线上 从Dontown在北约客帮助很多的投资客 买了很多投资性的这种物业 并且长线帮助客户进行打理 效果一路都很不错 所以也是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所以房地产投资是我们捷达的特长 说到房地产投资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买房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住 更多是为了他的升值 我觉得Condo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您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类型 给我们介绍呢 好 那么先介绍这个第一个物业 第一个物业 第一个物业是在Young Finch 它是在Young Finch的西北角 是叫15号Greenville 不知道有没有主持人知道不知道这个楼 是 具体说到这个地址 具体的地址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知道那笔片的都有很多Condo 对 这个是呢 它是这个楼呢 15号Greenville的一个物业呢 这是两睡房 两个Washroom 一个Parking 一个Locker 现在呢开价是41万9 它呢 这个楼呢 15号Greenville呢 可以讲呢是北约克这个地区的话呢 最高档的Condo之一了 最高档的 对 然后呢 它是呢 Tridel 一个加拿大这边消费量 很大的公司 对 它的在07年建成的一个楼 这个楼呢 从外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是蓝绿色的玻璃 就是很抢眼了 里面的话呢 里面的话呢 就说 怎么说呢 它那个大厅呢 特别有特色 很多人这个拍完婚纱都会进去再补几张照片 是吗 这么已经达到影楼效果了 对啊 所以我看呢 它是在这个北约克这个地区呢 是可以讲呢 这个最气派的一个大厅了 的确很豪华 对 而且它的这个泳池的话呢 就是宽敞明亮 而且呢 还有这个jacuzzi 感觉有点像宾馆 如果说住Condo是这个 用星级来评判的话呢 它就是五星级 五星级Condo 没错 它呢 这个单位的话呢 它里面的这个gym 游泳 这个健身房啊 也是说练各种肌肉的 还有这个跑步机啊 都很齐全了 还有party room 还有一个呢 就是跟别的不同的啊 就是它有一个spar 专门做spar的一个area 那是比较高档社区 还有的 非常高档的这个一个condo 但是就是说价位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 它的价位呢 基本上是这个区域来讲呢 最高的价位了 差不多平均500块钱一尺 但是管理费还不错啊 它是差不多5毛5 是属于平均的这个 平均价格 平均的这个水平 具体到这个单位呢 它这个是朝东的 三个方向都是朝东的 三个房间啊 它是因为一进去是一个厅了 两侧是这个睡房 它呢 这种layout呢 是属于这种最空间浪费最小的 这种layout 三个房间呢 都是向东的 所以它这个光线呢 接收到最多阳光 对阳光 而且的话呢 它这个view呢 cityview 木地板 墙壁的话呢 也都很干净 然后它的面积如果按照我们说是平方米来说的话呢 厅呢 差不多有18个平米 房间呢 两个呢 差不多是11平米 厨房呢 都是有upgrade grinding countertop 还有这电器呢 都是有升级 两个洗手间都可以冲凉 哦 那不错 所以呢 很适合于呢 就是说这个年轻的couple啦 喜欢时尚 比较喜欢这种高档的这个condo 另外呢 补充一点 这个楼呢 是可以养宠物的 哦 是吗 对 所以有喜欢宠物的这个朋友呢 可以选择这个楼 哦 这样子 这个楼呢 它的这个地段呢 非常非常方便 因为呢 它是在Young Finch 全市的也算一个交通点 对 它是一个地铁站终端嘛 所以呢 就是如果是从后门 它是有前门有后门 出来以后的话呢 一到两分钟 就可以走进地铁站 非常方便 所以也是白领的首选 白领的首选 在Downtown 或者是地铁沿线上班的人 会非常喜欢这个楼 而且呢 上高速也很方便 差不多五分钟的样子就可以 但是呢 不能走Rush Hour 不可以走Young Street 走旁边的这个Doris 上去以后的话呢 五分钟基本上就上高速了 所以呢 是非常高档 非常艺术 非常时尚的一个标点 就是以它的 它所提供的配套设施来讲 其实它的价钱呢 还算划算的 是不是 是 很多年轻人喜欢 那其实我现在不知道 就是这个Conto的朝向 是不是也影响到它的价格呢 是的 因为在Young Street上面的话呢 很多楼呢 是东西向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像东的房子呢 卖的是比较贵的 哦 是这样 原来朝向也真的是影响价格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个物业吧 好 第二个物业呢 我们就转到了北约克中心 北约克中心4968 Young Street 16楼一个出租的物业 那么这个物业呢 也是刚刚为这个投资客买到了 现在正在呢 放盘出租的一个物业 北约克中心这个区域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讲的非常方便 文化生活非常这个丰富的一个地段 你知道那个现在 就是说咱看那个歌舞剧 Downtown很多剧院 对 那在Young Street 在北约克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多人多艺术中心 你知道现在在放什么吗 现在在放什么吗 再放一个叫Jersey Boys 它呢是这个北美 Pump Music最高水平的了 你要是没看过的话 最好趣 我看过好几遍了 真的是很不错 在北约克其实就是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连电影院呀 各种的购物的地方 都是就是在你家门口的感觉 没错 而且的话呢 就是属于这个夏天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个在你知道这个 广场上 很多那个这个 这个Market 咱就说这个Market 有卖这个新鲜的蔬菜 还有这个水果 还有这个各种美食节 多元文化节 所以感觉很热闹 那么后来转回来 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 这个4968这个楼呢 下面就是那个Team Hortens 这个Building呢 因为这个Team Hortens呢 就很安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的话呢 总有警察在那边上夜班 所以总会停到那边 所以呢 这个呢是很安全的一个Building 而且像这种在繁华区的Condon 是不是也比那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在安全角度上来说要高一点 是 这个这个楼的这个Security呢 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楼呢 你可以按那个这个对讲机啊 联系到里面的租客或者住客 可以自己就联系进去 这个楼不行的 就是一定呢要通过登记 Security Security登记才能够上去 这个楼呢是在Mankis 这个发展商是在2007年建成的 北约克中心啊 可以讲就是Mankis的天下 你知道那个看那个Loblows上面的一栋 整个一栋都是他们的这个 2000年的这个作品 那么这个楼呢 4968这个楼呢 它是当时建成以后呢 也是一个获奖的作品了 那我的客人呢 就很喜欢这里面的这个单位 所以呢一定要买在这里 买个小单位 来出租 业主呢也是 他是本身就是很好干净的人 所以的话呢 他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呢 地盘呢全都换成地板 业主还说 己所不欲物失于人 就非常体贴 非常体贴 而且呢他会把那个墙壁啊 全都油油 就很干净了 这样就像一个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那个进去那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厨房呢没有upgrade 但是呢用起来的话呢 它因为比较新嘛 2007年的楼 所以用起来的话呢 也很舒服 很舒适 它的这个租金里边的话呢 这1300块呢 不包括这个电和器 所以也是主持人可能都会说了 这个楼这么贵 会不会有人出租啊 对啊 因为加拿大呢 在北克中心这个地区呢 三级政府都有办公的 这个office building 五大银行 对 还有各个贸易公司 金融公司 地产公司 我们接大地产 就是在这个北克中心 那您是不是也住在附近啊 是 这个地区呢 我是真的是 对这个地区很有感情的一个地区 我很多的投资客 客人呢 都是在这个地区 对这个地区